菜品如人品,做菜如作人 大家好,我是阿蓝 猪肝应该很多人都喜欢吃 所以说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道 湖南的名菜,湘西土匪猪肝 这个猪肝,我今天已经提前把它浸泡了一下水水 现在我们把它改一下刀 大家如果有条件了,可以把它放在冰箱的冰冻杯里面 把它冻硬再切,这样这个猪肝切出来才会切得更薄 我们把它顶刀切成薄片,稍微切大一点 我们炒任何猪肝,这个片切得越薄就越好 这个猪肝就容易熟,炒出来就非常的嫩 这个猪肝我们切好之后,来适量的啤酒 放在这里泡一下它的血水 这个猪肝吃起来就没那么腥 搭配猪肝的一个食材 这里是一个红线椒切成圈 和姜蒜末,以及蒜叶,和几片五花肉 以及这个提前泡发的豆豉 下面我们就等这个猪肝泡好之后 我们就上火操作 好了,现在这个猪肝已经泡了十来分钟了 我们把它再次清洗干净 然后把水分尽量的沥干 接着我们来马胃腌制 拿一艘味精,一艘鸡精 多一点的胡椒粉,龙排酱油,蚝油 然后来适量的料酒,和这个姜末 抓拌均匀之后,我们放入这个肉勺里面 接着我们来适量的干淀粉 把它抓拌均匀 腌制备用,蒙火发锅烧热 把油重新倒出来 接着锅里放入菜籽油 放入这个五花肉 煸出多余的油脂 来两滴酱油 接着放入蒜末,放入豆豉 炒香,炒香之后放入这个红椒天 辣椒炒香之后 我们放入这个猪肝 再来适量的酱油 锅里开大火 把这个猪肝打散 接着放入这个蒜叶 大火 爆炒五两秒钟 出锅 这道湘西土匪猪肝 是一道典型的香菜 有几个关键 首先,就是我们的一个猪肝的处理 猪肝 我们要把它切大片 切薄 越薄越好 然后是猪肝切完之后 我们要把它泡10分钟 10分钟 15分钟的血水 它这个猪肝炒出来 它才会没有那么稀 油可以尽量的多放一点 跟我这样 油脂 这个猪肝 它在锅里面 经过这一个油和水的这一个介质 然后再经过一个高温 它的一个快速的成熟 它就会条件更有力 它这个猪肝炒出来成了就会更嫩 它这些就会好吃 大家最后如果喜欢这道香西土匪猪肝的 别忘了点赞收藏转发 或者在评论区下面 以及弹幕中 发表你们自己的一个看法 同时想了解更多香菜的 欢迎关注香菜阿来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